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艺术 那么提到西方现代艺术 我们必须要提的这个人 就是毕加索 那么毕加索呢 可以说是因为他 而开创了整个20世纪的 西方现代艺术的 这样的一个开始 而且呢 他创立的立体派 也叫立体主义 那么我们把它叫 叛逆的立体主义 那么是因为从他开始 可以说翻开了 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 一个新的篇章 好 感谢照相技术的发明 所以我们这里人 会看到画家的照片 我们看到的毕加索 好 我们看一下 毕加索的外形 我们看一下 他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以前我们在课堂上 聊到毕加索的时候 很多同学都会反映 最吸引他的是 毕加索的眼睛 我们看毕加索的眼睛 大而炯炯有神 好 我们再来欣赏一幅 另外的毕加索的照片 我们看这一幅 虽然是老年的毕加索 但是我们看上去 真的是一个很有趣 然后很有魅力的 一位老艺术家 好 我们看这句话 这句话呢 其实是毕加索的朋友 所写的 他所说的 我们看他说 我觉得毕加索 与众不同 当他盯着一张纸看时 锐利的目光 可以使那张纸燃烧起来 把画纸上的一切都烧尽 这是毕加索的朋友 对毕加索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所以我们看毕加索的眼睛 可以说在艺术界是鼎鼎大名 非常能够吸引到观众的眼球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以下是我们今天呢 会讲到的 关于西方现代艺术 特别是毕加索的作品里面 很著名的几幅 这是今天我们都会涉及到的 这样的一些画作 好 看到这样的作品 大家有什么感觉 你有没有觉得 有点看不懂了 你不知道毕加索在表达什么 因为过去的画面呢 我们会很直观地觉得 画家画了树木 生灵 人物 或者是近物 可是呢 从毕加索的作品里面 可能有一些作品 你都不知道毕加索在表达什么 你觉得有点看不懂 所以很多人会开始质疑毕加索 也包括对于 整个西方现代艺术的 这样的一个质疑 他们觉得这些艺术家 在玩一些什么把戏 可是呢 这里呢 我很想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你认为过去我们所 因为过去我们习惯了 看到几百几千年来 雕塑 包括绘画 就是那样子画的 所以我们可能内心里就默认了一个 绘画就应该这样画 所以现在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的时候 我们突然画 画面还可以这样吗 它可以吗 所以当你质疑的时候 当你觉得你看不懂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是谁规定了艺术该怎么表达 是谁规定了绘画就一定只能画得像 或者是谁规定了绘画就只能画那些风景啊 人物啊或等等 那么是有谁规定人就不能变形 动物不能变形 植物不能变形 所以我们看 可能我们莫守成规的 或者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 接受了一些绘画的法则 然后包括画该怎么画 颜色该怎么用 可是呢 到了毕加索 他打破了这样的传统 然后他可以说第一个挑战了这样的一个过去的 其实是从达芬奇开始就创立的这样的一个 在一个二维平面上 只是创立一个三维虚拟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表达 所以毕加索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想一想 那么绘画难道只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吗 过去的传统难道不可以被挑战吗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关于毕加索 那么毕加索呢 立体主义 我们这里有一段话 大致的对立体主义做了一个介绍 我们先看一下 他说立体主义是在观察方法上 运用多试点观察 好 我们注意一下我们这个黄色的这几个字 他将不同角度观察的不同形象拼合起来 并且把所有物体的形状 简化成边缘清晰的平面切面 尖角顿角等几何形 在画面上进行重新组织和安排 追求几何形式排列组合 所产生的美感 好 它是一次美学技巧的革命 那么我请大家注意一下 比方说多试点几个字 好多试点我们在前面其实讲印象派的马赖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已经有提到 然后呢我们在讲上一次讲后印象派的时候 其实赛上的作品里头也有表现 等一会我们会看一下赛上的作品 好 所以多试点并不是毕加索第一个提出来的 好 那么他说将不同的形象拼合起来 然后把所有物体的形状简化 以及几何化 然后在画面上进行的重新组织和安排 可以说所有这些呢 毕加索都不是第一个尝试的 他不是第一个 但是呢有一点 毕加索第一个把这样的 这样的绘画理论用到了人物的表现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多试点的这种拼合 我们看一看赛上是怎么做的 好 我们看这两幅作品 好 这两幅呢是赛上的进物 后期印象派和梵高同一时期的赛上 好 那么赛上呢 他在他的进物里面 可能这个进物的话 我们第一眼看 你觉得好像很普通 可是我请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这两幅作品 好 这两幅 大家仔细观察一下 有没有看出什么不同 我们花几秒钟时间 仔细看一看这两幅画作 好 我们先看这一幅 我们看一看 他画了一个几个进物 苹果 通过桌布 然后呢 摆在桌子上 然后还有瓶瓶罐罐 还有水果 好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桌子的边缘 这个桌子的边缘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桌子的边缘 它是不是不整齐啊 它好像没有办法 通过了这个桌布的这个切割以后 或者被桌布遮挡以后 那么这个桌子的边缘 它其实没有办法连接起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好 在这一幅也是 在这一幅也很明显 好 那么通过桌布的这样一个摆放 我们会看到 这边的桌子的边缘 大概在这个位置 但是到了这一边 我们看桌子的边缘在这里 你也会觉得它连不起来 它连不起来 明显的连不起来 所以赛上是因为它 作为画家来说 绘画技巧不够吗 绝对不是 其实把这个桌子 如果说边缘能够画成一条直线 很简单 没有学习过绘画的人 也可以画 但是赛上是故意这样的 因为赛上在做一个 视角的实验 就是观察物体的 或者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 然后把它呈现在画面上的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赛上就发现 当我们两只眼睛 同时看一个物体的时候 这个物体处在一个角度 可是当它分别蒙上 左眼和右眼 然后它分别这样来看 它桌子面前的 这样一个进屋的桌子边缘的时候 那么左眼和右眼看的时候 它的位置是会发生变化的 大家其实可以试一下 你分别用左眼 然后再用右眼 然后来看这个桌子的边缘 所以这样呢 赛上去发现 可是我们看物体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会站着不动 因为我们看物体的时候 我们看任何一个景物 或者看一个人 我们都会上下左右的打量 我们是立体的 全方位的去看这个物体 所以说不可能是一个 不动的 就像摄影照片一样 咔嚓照了一个瞬间 然后把它摆到画面上 赛上认为 这其实是一个虚假的方式 因为我们看这个世界 不是用这个方法 所以赛上呢 就会故意把它的 弄得好像左右不一样 就好像我们分别用左眼和右眼 看到的那个物体 然后呢 把它给拼合到这个画面上 所以说我们看 赛上也做了这样的实验 包括前面 马赖也做了这样的实验 所以说呢 毕加索呢 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但是毕加索 反传统之处在于 他把它画到了人的身上 好我们看这一副 亚威农少女 亚威农少女呢 是二十多岁的毕加索 当时出到巴黎 然后当时呢 巴黎呢 是所有 当时欧洲的 现代的艺术中心 就所有的前卫的艺术家们 都会去到巴黎 结果毕加索 去到巴黎的时候 发现马提斯 野兽派的马提斯 已经很有名了 然后毕加索 很想超过 超越于马提斯 那么他想用一个 什么样的方式 用一个什么样的 可以一鸣惊人的方式 去超越马提斯 然后呢 苦苦思索以后 他就画出了 亚威农少女 结果这幅画画出来以后呢 大家都非常的吃惊 因为为什么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立体主义的 第一幅作品的单身 那么他也基于 我们刚才所讲的 赛商的这样一个 多试点观察的方式 所以他把用在人的身上 我们看哦 比方我们看中间 这一个人物 这一位女性 好 这个女性呢 我们看哦 她的眼睛 是不是平视的 但是呢 你看她的鼻子 是不是明显的是 一个侧面的鼻子 才会这样画 好 那你看她的嘴 嘴嘛 因为就一条小横线 所以你会说 好像正面侧面都行 都可以这样表达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个女士的胸部 她的女性特征的胸部 却是一个明显的正面 一个明显的侧面 好 这是不是很不符合常理啊 也就是在同一个人物身上 她同时出现 她的正面和侧面 也是不同角度的拼合方式 是这样来表达的 好 然后对于人物的几何 我们看这个人 她的上半身 是不是明显的倒三角 倒三角形 然后她的身体 好 特别这个胳膊 是不是一个椭圆形啊 椭圆形的胳膊 然后腿也是 橄榄球式的椭圆形 非常明显的椭圆形 所以在整个画面上 我们看 每一个人的绘画方式 基本上全是几何画的 和多试点的拼合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一幅呢 就是毕加索 因为把它用到人身上 所以人一变形 就变得很丑 所以这样呢 这一幅画作 当时画好以后呢 基本上在艺术史上 也成了一个神丑时代的开始 因为这个画面表现得不美 可是呢 下面我要再介绍一下 大家看一看这个画面表现的是否真实 因为画面虽然表现得不美 但是可能它从另一个层面 在表达毕加索 对一段回忆的一个真实的表达 因为毕加索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呢 大概是27、28岁 可是呢 他画的这个呢 因为是亚维隆少女 亚维隆 其实是一条街 就是毕加索曾经居住在西班牙的一条街道 叫做亚维隆街 然后亚维隆街呢 其实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红灯区 然后毕加索那个时候呢 他的上学的学校在这附近 他有时候会经过这条街 就我在经过这条街的时候 大家去看 那个时候的毕加索只有15、6岁 所以相当于毕加索是20多岁的时候 他画了10年前他的回忆 他画了10年前15、6岁的他 从亚维隆街经过的时候 然后他的眼睛的余光 所看到的亚维隆少女的模样 好 所以他这里的亚维隆少女 就是当时那条街上 就是红灯区上 能够在那个街道两边来 经常会招揽顾客的 这样的一些女孩子 这样的一些女子或者说 可是我们看 当毕加索作为一个 15、6岁的小男生 从那条街走过的时候 这些女人 然后看到一个小男生从这走 他们会不会去 故意去惹一下 或者是聊一下毕加索啊 然后他们会说 这个小男孩你进来玩呢 你看一看我长得漂亮不漂亮啊 好 作为一个小男生 这一位青春懵懂的这样一个小男孩 他从这条街走的时候 他绝对不敢慢悠悠的 大胆的去看这些女人 然后他其实很快的 然后低着头 但是呢其实很想看对吧 然后这些女人又在聊他 但是他想看又不敢看 低着头很快的走过 所以这些女人 对于毕加索来说 他其实不可能有一个很清晰的面貌 他不可能很清晰的记住 当时亚维隆少女 他们哪一个长得什么样 那个相貌绝对是模糊的 就好像是片段 而且毕加索是十年以后来画这幅画 去画他当时的这一段回忆 所以说对毕加索来说 那么当时的这些 亚维隆的这些女子的这种面孔 实际上就有点像我们说 那个电影那个蒙太奇那种剪辑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跳过 然后也是模糊的 所以说毕加索在这里呢 把他们画成了这种变形的状态 这种五官扭曲和变形 然后加上我们这边看到的几个人物 甚至姿态也不是很雅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红灯区的女子 所以说从种种的迹象来看 毕加索其实表达的这一段回忆 用这个方式表达 其实是很真实的 如果他把每个女孩都画得很漂亮 很美 五官很精致 那你就会觉得 他这个回忆其实有点假的成分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 在他脑袋当中的那种回忆的 很抽象的感觉 所以毕加索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会觉得这个话表达的很真实 实际上 好 那么从表现手法来说 我们看一下 特别是这边的两个人物 其实很像戴着面具的感觉 这边的两个女子 然后毕加索那个时候 其实他确实对非洲面具 对于非洲艺术就很感兴趣 据说那个时候 毕加索在巴黎的时候 下午他经常就去到 那些非洲艺术馆去观摩和学习 然后这是我们可以找到的 当时的一些非洲艺术的表达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毕加索其实是在像非洲的这样一些面具啊 或者一些很原始抽象的这样一些非洲艺术的学习 他真的把它运用到他的画面上来了 好 那么立体派的表达呢 在第一副亚卫龙少女的诞生以后 当时呢很多的艺术家来看了毕加索的作品 包括也是毕加索的朋友 来看到这些作品以后呢 都陷入沉默 因为他们不太清楚毕加索在干什么 然后他们觉得啊 这个画太可怕了 虽然那个时候马提斯已经很有名 马提斯的画面呢 色彩鲜艳也很抽象和几何化 可是马提斯的画面 我们基本上还能看出他画的是什么 但是到了毕加索 并且画面上不光看不出画了什么东西 然后呢你甚至觉得画面很丑 不好看 但是毕加索呢并没有因此气馁 他继续他的立体派的这样一个探索 所以后来呢他画了弗拉画像 好弗拉画像呢我们把它 其实是我们后人为了 因为毕加索的作品实在太多 为了去分类他的作品 所以呢我们把它呢叫做分析立体主义 然后弗拉是毕加索的一个朋友 结果毕加索呢在这里呢 就把弗拉我们看一下 他也在解构弗拉 我们会看到他把弗拉 我们虽然看出还是一个人像对吧 可是呢他画了不同角度的弗拉 就像我从正面侧面360度 或者说180度 或者说65度 我不断地去转换那个视角 然后看到的弗拉 然后把每一个角度都画在画面上 所以立体派的有一个 它的名字很有意思 因为它叫立体派 因为它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 立体的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 可是呢用这个画法 把它呈现出来的画面 却并不立体 你甚至觉得平面和资历破碎 所以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矛盾的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不懂立体派 他觉得立体派怎么一点都不立体啊 怎么还这么平面呢 然后看着这么多分割 所以他是不太了解 毕加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在做画 而且呢毕加索自己也说 他说我们在面对画作的时候 如果你画得太逼真 太像 那么我们看这个画就不需要太动脑筋 你就是简单的去看 可是毕加索说 画作应该可以让人思考 他就和我们说话 和哲学和文学和所有东西一样 他应该是可以让人思考的 如果你画一个很简单的 不让人思考的画作 对你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画作我们仅仅只让你去感受美 感受而已 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思考 那么这样的画作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毕加索是这样来看待他的画作的 好我们下面再看一幅 刚才是分析立体主义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看到的是综合立体主义 其实综合立体主义也是后人给他起的名字 然后这一幅呢叫做藤椅上的进屋 藤椅上的进屋 我们看一下 好在这一幅里面呢 继续毕加索的立体派的探索 可是在这幅画里呢 因为他的变形实在太厉害 所以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这个藤椅上到底摆了什么 我们只看到很多的线条 我们会想象藤椅上会摆的一些东西 可是我们会觉得好像都不是太像 然后但唯一具象的我们看到是这里 这个藤椅的纹路啊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藤椅的纹路其实不是毕加索画的 是他拼贴上去的 就他把一个藤椅的摄影作品 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摄影照片 把它贴在了他的画面上 然后他再画了其他部分 好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把拼贴加进去了 可是过去呢 在毕加索之前 没有画家敢大胆的在画面上用拼贴的手法 所有人都是老老实实的画 因为我是画家呀 所以我所有东西都要我自己画出来 结果毕加索就大胆的把一些东西直接拼贴上去 好还更有意思的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的画框是什么 这个画框大家看一下 它像什么 这个画框 也没有像一根有点粗的麻绳 好所以在这一幅画里面呢 毕加索也非常大胆 然后我们说他将非传统的媒介 带进了绘画领域 不光是拼贴 然后还有麻绳 然后过去的西方的所有的绘画 他非常注重装表 那个画框要做得很精美的 木制的 然后上面还有雕刻雕画等等 可是毕加索说 麻绳也有很优美的螺旋状的曲线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一个 因为麻绳难道就只能绑东西吗 难道麻绳就不能有其他的作用吗 然后我把它作为画框的话 它的精美的这种螺旋犀 也很优美呀 也很好看啊 所以毕加索其实在这里呢 他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 他会把日常生活中 很常用的一些东西借用过来 或者说发挥出 发展出他的其他功效 发展出他其他的美 有的时候麻绳除了绑东西 他其实也是可以做画框的 他有他另外的美 所以毕加索实际上也在提醒人们 注重生活当中 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手可得的一个东西的美 可能那个东西因为它只能用来绑东西 你就只注意到它的功效 可实际上我们可以发展出它的另一方面的美感 或者说其他功效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它非常的有意义 它非常有意义 而且影响了后来很多人的绘画雕塑 以及包括服装行业 还有纺织行业等等 包括很多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毕加索真正的不在于他创造了多么优美的画面 而在于他在这个画面的背后给人们带来的警醒和思考 好 我们下面再看一幅作品 好 这一幅 然后这一幅叫做小提琴与乐章 小提琴与乐章 然后在这一幅画里同样的拼贴 它把这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乐章 看上去很逼真 对吧 实际上就是一个真实的乐谱 毕加索把它贴到了画面上 然后加上它拼贴的方式 或者说几何画的 画了其他的 包括吉他呀等等 然后我们会看到它对音乐的一种诠释 用毕加索立体派的方式来进行诠释 好 然后所以说毕加索的伟大到底在哪里 当然现在我们才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我们是以立体派为主 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介绍 那么毕加索我们说 它最伟大之处不在于它画了什么 而在于它的画面对后世的影响 它画的这些东西 引发了后来众多的艺术家去思考 艺术该怎么走 绘画该怎么画 雕塑该怎么做 因为等于会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给大家欣赏毕加索的雕塑 然后甚至毕加索的其他一些讨艺制品 就是它在其他领域的 它是如何在做 或者是如何在影响后世的艺术家们 所以我们说立体主义 算得上毕加索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立体主义对我们生活的巨大影响 远远大于对美术本身的影响 然后直到仿制业 建筑业 设计行业等都受到其思维的巨大冲击 然后毕加索说 他说我们面对画作的时候 思考远比欣赏更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 在面对毕加索的画作 因为看不懂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因为看不懂 所以我们要去想 为什么 我们要多问几句话 好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然后下一堂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到 毕加索的爱情 然后毕加索和女人 他如何在画面上表达 他和女人的 这样一个爱恨纠葛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